孫女白天很多事 女婿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孫女家務事 突然發現一通訊息過來 我發現是她前男友傳來的 她就開始拿她的手機 去跟她前男友聊天 這個女生就告她說 最高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先借我十萬塊錢的現金 我可以用刷卡扣給妳 她十萬都沒訪過 不好意思前男友 如果妳有看的話 可以把十萬還給我嗎 記住這十個字 這個情侶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是因為相愛而在一起 但通常都是為了了解 而分開有沒有 對 而且只要起疑心之後 就很容易踩到地雷 會影響到那感情的熱度 沒錯 而且最容易 就是產生糾紛的 其實就是隱私的問題 對 尤其是在交往的時候 大家手機拍來拍去有沒有 眼中都是只有妳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覺得她怪怪的時候 看到她在看那個手機 覺得手機裡面有鬼 而且好奇怪 我覺得手機這東西 現在真的很妙耶 就是說妳裡面 其實我也沒什麼秘密 但如果對方要看我手機 我整個就有一種 全我的感覺 有 就是一種 不舒服 對 就很奇怪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大家 是可以看對方的手機嗎 剛好今天是男生代表 女生代表是不是 男生會說圈 對 這種時候 如果妳說不要 不給她看 她就越想看 沒錯 如果她就要看 說拿去 然後這時候 鏡裡面 鏡裡面就在讀一把說 看她會真的拿去 不要看 對 像我有一個朋友是經典 她其實就是上班 然後可能跟公司的女同事 就有一點點 我覺得那是無傷大雅的曖昧 就是 最討厭這種曖昧 對啊 有什麼好曖昧的 還跟你說無傷大雅 對啊 我也很討厭這種人 我媽的 她就在轉動 曖昧就曖昧什麼 叫無傷大雅的曖昧 對啦 可能就是 妳明天 可能女同事就說 妳明天那個來的時候 要不要 我要不要幫妳買咖啡啊 什麼 因為我說沒有要買咖啡 可能就這種 然後覺得說 嗨 啾咪 之類這種 也沒有到啾咪啦 類似這樣 啾咪 很瘋 對 我也這樣覺得 然後結果我那個朋友 就是她的 她女朋友就看到她的手機了 也是就是我 就是她在睡覺 她女朋友拿來看她的手機 所以她本來就覺得 她有點怪怪的的是不是 她女朋友是特別愛看她的手機 但是 沒有安全感 當然這個男生也就是我覺得 素心不良之類的 她女朋友就會看 然後那是最經典的 也是就是 我們跟她聚唱 有發現她手機壞了 她手機壞了 她說就要換手機壞 說幹嘛 因為她女朋友就是 她在睡覺 她女朋友看她的手機 對 然後一看 當然就看得就不舒服 有問題的 就把我朋友踹一下 妳說 妳說這誰 誰穿給妳什麼東西 這女生是誰 然後我朋友說 什麼女生啊 我說不然妳坐這裡 妳看 然後我朋友就這樣子 她是直接就是操縮的時候 就毀滅這樣子 直接毀滅她 然後就下去 然後就直接 爛掉 誰也看不到了 然後 對 然後我那朋友 那女生就說 浴室巨神啊 手機摔壞了 那裡面是誰 沒有啊 沒有啊 直接 玉石俱焚 對 直接一次 大家說 寧可損失一支 iPhone的手機 也不要吵架 吵一個月 那這個朋友 軟弱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直接 就是趁她在吵的時候 然後就說 我看 然後直接 重射 我跟你講 全部資料都不見 但手機還好好的 真的 這個很聰明 直接重射 然後就說過去就過去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 其實對女生來講 其實心裡只會更懷疑 就覺得你不能給我看 你到底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不能看 我身邊的女生朋友 只要有人 就是兩方 只要有看到 出事對不對 你不出事 而且她的美食 那怎麼辦 我現在很糾結 到底要不要看我老公的 不要看 沒有 就是 已經有新人基礎 真的不需要 你沒事去找事 對 沒有意義 可是通常他們都是突然間 可能有人 託夢告訴他 或者是突然間接收到 突然想到什麼 或媽祖跟著他講了什麼 他就覺得說 好像現在該去看一下 所以老師那你同意就是說 剛剛大家講說 你想看的時候 你一定是有感受到 那第六感 或是媽祖託夢 就是覺得事情 事情已經有一點不一樣了 不是 當你想看的時候 你就想一想說 我想看的時候 不是說我要去看真相 因為你想一想說 我不要讓我的婚姻 出危險嘛 你是因為這個角度去看的 所以你要帶著一種就是說 我去看的時候 如果我要去看喔 看完就是要來 彌補或做得更快 或做一些往迴 譬如說 我看到一個很曖昧的照片 按照以前的道理 先兩個再說 對 但是我現在想說 我要來救這個東西 是 因為我救起來 我到時候要再來評論 或離開它都來得及 對不對 救的方式就是說 對 老師今天的論點比較溫和 對耶 好不習慣喔 這是年紀大的好處 所以簡訊室 要幫我們補充一下對不對 剛剛說看不看手機 那是一個 KIMOJI上的問題 可是其實常常 我們去看手機 是有違法法律的 有違法 對 因為我們有一條 最好罪 夫妻也不行嗎 當然不行 不會因為夫妻就變合法了好嗎 真的 他只要有鎖任何的密碼 不管是這個iPhone 他前面的Face ID 或是有手機密碼 或是那個Android系統的 那個畫圖片那個 都是有鎖 那只要登錄了 那像我們比如說 我們一拿到新手機之後 我老公就設定了我的Face ID And他的Face ID 這樣他可以看嗎 那就這個有點情況比較 可以去解釋啦 如果他有設定他的密碼的話 代表說你可能 曾經授選他登錄 對啊 你就是 那可能就 那就不是無故了嘛 那因為就是這個同不同意 其實很重要的點 基本上之前有個案件是這樣 就是有一對男大生 跟女大生他們的情侶 他們其實蠻好的 手機也都互相鎖密碼 可是給對方知道 那這個他們是所謂的神仙眷侶 除了女生花錢真的多一點之外 基本上還OK 那有一天就很親 很奇怪 這個男生呢 在用女生的手機 跟他們連Apple電腦 然後去打字 打報告的時候呢 突然發現一通訊息過來了 結果發現是他前男友傳來的 懷懷好像生病了 你要不要來看他 懷懷 懷懷 懷念的懷 對 好奇怪喔 然後他就心裡面 中下了一個懷疑的音嘛 那當然 覺得怪怪的 怪怪的 回來就問那個女朋友說 懷懷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 他生病了 他說 白癡啦 那是我們以前 那個班上一起養的兔子 他現在生病了要去看他 那這個男生覺得很奇怪 說奇怪咧 班上一起養的兔子 你前男友跟你說這件事幹嘛 那他就想說算了 基於這個再問下去 女朋友就要生氣了這個點 就不問了 可是他心中其實還是很 就是很懷疑嘛 他就開始使用他的手機 因為女朋友都會是下午的課 所以早上都給他睡過去 他就開始拿他的手機呢 去跟他前男友聊天 假裝自己是他女朋友 然後聊... 終於發現真相 那這真相還滿慘的 就其實這個懷懷呢 並不是一隻兔子 他是一個人 那這個人是誰呢 是他跟前男友所生的小孩 有生出來的 有小孩 太驚人了 對 那為什麼 這個女生花費會這麼大 原因就是因為他必須拿錢 去給男朋友去養小孩 養這個小孩 對 那這男的不是超傷心的 對 那三千道不行 而且還從中對話過程 發現他們兩個曾經在照顧的過程中 有發生關係 就是有劈腿啦 那當然最後就是 照本宣科的這個分手攤牌 那就是這個男的很難過很難過 那想說這件事就結束了 結果過了一兩個月之後 他接到傳票 他被告什麼 就是剛剛所說的 這個女生就告他說 我又沒有同意你用我的手機 去跟我前男友對話 是 你沒事登錄幹嘛 所以告他 這女生幹嘛 都已經分手了 而且是你先的耶 那這個男生就覺得 怎麼辦 他就非常非常難過 甚至得了就有一點精神問題 那終於這件事情 鬧到自殺之後 他爸媽終於來請求 律師協助這樣子 那這個男生 男生是沒有自殺成功的啦 但他說他不願意認罪 那我們就想到了 剛剛所說 他是什麼時候發現這件事情了 是用他的電腦 用這個女朋友的電腦喔 然後他們兩個也互相知道 這個手機密碼 那不就代表說 就算沒有民事同意你去用 可是你用了這麼久 也算是一種 所以我們就不停的跟法官主張說 沒有 我們不是無故用 是他曾經同意給我們用 而且他也沒拒絕啊 那我們就跟法官也說了 這個男大生真的很可憐 他是被劈腿 還被告 那我是不知道最後 而且還養了女友跟前男友的女孩 養了腫好一陣子了 你知道嗎 那我不知道最後法官 是相信我們的話 還是真的就同情那個男生 最後就跟 就有點偏向我們 就跟他說 那個小姐 你之前也同意他 去用你手機吧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誣告 那你不撤告的話 我就要考慮告發你囉 那這法官還挺幫忙的 很幫忙 所以這件事後來就是 因為這是告訴乃倫的罪啦 就側告就解決了啦 不過還是跟各位說一下 看手機這件事情很危險 因為這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情況 都是違法的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真的有被判刑 就是說這個什麼 妨礙電腦使用罪的話 他會被判多少 最高可以判到三年 可是其實實務上 大部分都可以讓你 腳腳發情鳥事 可是還是會留一個記錄一陣子 很好吃 那還是不好 滿嚴重的喔 對 可是情緣 那這樣以後 女朋友要知道偷看我手機之類 就不會被判斷 這是不是辦法 那麼簡單 因為這件事是會上癮的 我只看他照片我不滿足 對 因為他看了經驗 你沒發現說 看不是只有照片而已 還有文字 還有信件 還有什麼 他就會 就會一直看下去 撩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到最後 我就開始查 真的 變專家 就是說沒查到東西 要變成要查出東西來就 太累了 那問一下乙禎 因為真的 畢竟就是兩個人在交往的時候 有的時候 真的不會去在意 那隱私問題 因為要取得對方的信任 可是這個是不是真的 會衍生很多的糾紛 就是除了剛才講的 就是可能看手機 有這個防礙電腦使用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就是 節外生殖問題 比方說像我有一個案例 我當事人是一個男生 那他家比較有錢 他在台北市 都有好幾個房子這樣子 那他就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女朋友的家境不是很好 那他就覺得說 那妳就帶著媽媽 因為媽媽在南部 帶著媽媽一起上來 那媽媽也可以照顧妳 妳也可以照顧媽媽 那我一個方式 就免費給你們住這樣子 女朋友也都很高興 都住了這樣子 結果後來沒想到 這男生就發現 好像有鄰居跟他講說 女朋友有帶別的男生來到 他住 提供給他住的那個地方 後來發現 女生怎麼跟別的男生 越走越近 後來就吵架 也鬧翻了嘛 鬧翻了以後呢 這個男生就說 那我這個房子 我們要給妳住 我們要分手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女生就說 我不搬 我是租客 他說租客 男生就想說 我有沒有給妳收錢 拿來的什麼租客 而且租客不是要有合約 對 所以女生這時候 就拿出一紙合約出來 上面就有男生的章 男生的資料 甚至男生的身分證影本 全部都在上面 男生一看到那個租約 他嚇一跳 原來是怎麼樣 女生呢 拿男生的印章 還有拿男生的身分證 當初為了要去申請 他就 女生就貪小便宜 想要申請那個政府的 所以兩個人在好的時候 男生可能也覺得說 沒關係 我什麼東西都給你啦 什麼東西我都OK 女生就沒有經過同意 拿了身分證 拿了印章 然後就去 偽造了一個租約 然後去跟政府申請 這個單身補助 所以等於說 她們也廢住了房子 還跟拿我們納稅人的錢 好厲害喔 太厲害了吧 那男生 重點是男生一看那個租約 還打三年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女生要跟我白吃白住 要送三年這樣子 那男生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租約就 而且還拿去政府都補助 都登記了這樣子 所以男生就來找我們律師 那我們律師一看 這很簡單嘛 其實就是你有偽造文書嘛 然後還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嘛 那你拿人家的印章 身分證竊到問題嘛 侵占問題隨便 我們就趕快發個律師函過去 但是也這樣吵吵鬧鬧了很久 女生也跳石要火的 但是好不容易跟她講說 你這個被告絕對會有事情 才收了律師函 然後才趕快搬走 收到自己犯好幾條耶 對 也是會怕的啦 好 所以其實辦公室 也常常讓大家會覺得就是 同事之間的拿捏 也滿容易就是不小心 就跨越了那個界線對不對 超容易的 就是有一封 有一個男的就是寫了一個封信 來問我就是說 他就是跟他的就是女同事 就是反正就是覺得很有感覺 然後他們第一次發生關係的時候 居然是在他男生的家裡 因為這個女生是幫他管行程 不然你至少說老婆要出國嘛 所以就去她家 然後這個男生 我相信喔 這個男生多少也是因為會覺得說 你不要覺得找第一個那個外遇的場所 那麼好找 對 就是如果有一個這樣 你現在是有點在抱怨不好找的事情 就是說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對某些男生來講 會覺得是一個很安全 一個很好的地方這樣子 可是沒想到這女生 就是跟他發生關係以後 這男生就慢慢要跟他分手了 就是女生居然拿了一個照片 來恐嚇他 就是他不是跟他在他家嗎 對 他居然穿 他可能在洗澡的時候 就穿他老婆的衣服 拍一張照片 好可怕喔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啊 好想找我 然後他就寄去給他嘛 然後這個男生就是已經走投無路了 就是硬著投拼 來寫信來問我該怎麼辦 那老婆知道嗎 大家還不知道 還不曉得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這個時候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讓自己心安 你要找一個讓你心安的事情來做 比如說 你會讓你心不安就是 你想要抓住一個機會 就是說事情也不會被我 然後這個事情你就放過我 你一直在找這一個嘛 這個就放掉 你就告訴對方就說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 我應該要去面對的 對 然後你要讓你自己 先心安下來 然後你這樣想還不是說 只是一個聰明的講法 就是你心裡要這麼想喔 真的認錯 就認得這樣 因為你一旦做到這個事情 一切事情才有可能 好轉的可能 是 結果沒想到 那個後來這個男生還寫信 謝謝我 他說這個女生 因為他 他好像沒有抓不到 他任何一個把柄了 對 然後第二個是 可能那個時候 他這麼想的時候 也會讓對方覺得說 沒有那麼討厭 我覺得這些 可能都是一個原因 因為大家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就是說 那個手機 很怕被人家偷看 所以好像只要不被偷看 就不會有事 那大家可能不曉得 其實 我要先做一個調查 請問我們現場 我剛才算一下 我們總共有十個 主持人家來賓 跟我們專家 總共十個人 有幾個人是用安卓的手機 Android 一 二 三 那Junior可能要比較小心 因為我接下來講這個 就是你真以為 對方看不到你手機 就不知道你手機裡頭 到底在必相忘嗎 我告訴你 這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 有一個酒店的公關 還滿紅的 然後他後來就從他同業身邊 就搶走了他的男朋友 富二代還滿有錢的 可是他就一直很怕 他這個男朋友 會回到他前同業的 這個女孩子身邊 就一直很想要查他的手機 結果有一天 他趁他男朋友不在家的時候 就直接用他 上了他的電腦 你知道其實現在電腦 已經沒什麼在射密碼了 他就去點了一個 就是有瀏覽器 然後首頁就Google嘛 搜尋引擎嘛 那我想這大家都很熟悉 還有看到右上角 有一個圖 那個圖其實就是 我們帳號的圖騰 你可以設自己的頭 你可以設 可是那個帳號 為什麼在那兒 都沒有登出呢 對 其實我們現在在用電腦 常常都會要問你 你想不想要把帳號密碼 記起來啊 我們都亂勾一通 好 反正下次就很方便 要啊 要不然每天都找不到 帳號密碼 這個就犯了蠟計 會怎樣 他只花一秒 一點進去 完全跟你的手機連線 大家不知道這功能 我這邊全部看得到 就一點機沒有呢 他就發現裡頭 他跟他這位前女友 果然還有通信 藕斷絲連 其中一封信 拿開了氣炸了 那封信的內容是講說 其實有時候想想 我還是滿後悔 讓那個女人介入我們的 結果對方就說 前女友就說 什麼那個女人 是賤女人 對 是賤女人 我怎麼知道 她上次會耍 耍這樣子的招數 然後來破壞我們 正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複合 她看到這邊 她是火冒三丈你知道嗎 誰不會火冒三丈 對 不過還好她有冷靜下來 因為只有因為她冷靜 所以她就繼續看 是 她就不是只看到了 這些文字 她就繼續點別的東西 就去點到了相簿 她就開始看照片 看到跟她前女友的 那已經不會怒火中燒 是後來看到了 就不止一個 好幾個就對了 好啦 那現在這樣 她就是很生氣 很難過啊 好 結果後來 她怎麼報復她男朋友 然後這裡頭 我再講第三個 她就去點 她曾經點過的連結 是她跟她的肉國戰 誰跟誰 前女友跟她男友的肉國戰 是她前女友上傳留著的 她前女友一直要用這些影片 給她的這個富二代看 也許有一天她可以回心轉意 好累喔 感覺上課真的好累 對 這很好的感覺 這三樣東西 後來她就跟她男朋友說 你只要幫我做一件事就好 我打電話給全女友 我寫的你照念 她就寫了這個 她寫說 其實你才是見女人 還好我遇到現在 曉雯 叉叉喔 曉雯 不然我要是跟妳在一起 妳遲早會偷牽涵 喔不 妳是死於一條 妳也偷不到牽涵 那這個當然 那當然照念是現任女友 要報復的嘛 然後另外後來呢 這兩個人也不可能走下去 所以後來她們就分 而且還拿到了 兩百萬的分手費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真的是無隱私的社會耶 對不對 不管是手機啊 電腦 還有其實 很多天眼啊 我跟你講 人在做天在看 你比較小的 所以主要是這些渣男 這些行為 其實讓我們真的覺得很討厭 其實你如果中間 不要有隱瞞 不要有欺騙 都不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林玉佩老師喔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 從姓名學上面來看 對方是不是 會把我隱私出賣的 這些渣男或 渣男女 對 渣男女 好 這個比劃呢 其實男女同論啦 那大家就把名字 另外一半的 名字的總格拿出來 算算看他有沒有上榜 如果對到的話 你看他對到的 是那一項 可要小心謹慎喔 那總格是怎麼算的呢 就是你名字的 三個字的總比劃 相加 所以真的呢 總格是 總格是 二九號 季情是十八 好 含一般 總格是 三十六 斯嘉的總格是二十一號 好 觀眾朋友 你的總格算出來了嗎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哪些總格的人 他會是一個恐怖情人 來 我們先來看他的總格 如果出現了 十四 二十 二十六 二十七 跟四十的人 要注意了 就是 到底炫耀什麼呢 到處去炫耀他的血 是 有些男生真的會比較愛講一點 對 愛炫耀的人都是烘烘耶 我只要聽到人在炫耀這個 我都覺得他就是不行 對 對 密相操作 對 那尤其呢 這個比劃的男生 那種剛剛鍾伯說的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你們在什麼恩愛 肉伯站的照片 千萬不要有 一定要說好 不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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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的話 你這一輩子 可以說是陷入了 萬劫不復之地 但是這個組合呢 男生佔了百分之七十 比較大 女生是百分之三十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這個是總格出現了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九 三十二跟四十八的人 什麼 有人成為 我有耶 我二十九耶 我也有 原因是什麼 大嘴巴 很好 要注意什麼呢 祕密藏不住 他們是有一個原則的 他們的秘密藏不住 他們是在感情上是這樣 如果和平分手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說 這個分手是對不起他 他的原則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反之 他一定把你給咬回來 而且他會抱著一種態度 就是你這個渣男 或是你這個渣女 你這個樣子 你騙了我 不要讓其他的人在受害 他們是基於 這樣的一個心態 然後呢 他所知道的所有的秘密 他都會 口株筆伐 全部都給你出來 對 其實他很小 就是這樣子 硬要抱負吧 這樣 是不是這樣 我需要給你一點時間 好好發洩一下嗎 真的是 對方做錯了 他忍不可忍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有說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嗎 哥平分手也算了 可是你如果踩到 我的底線了 那對不起 那我就公諸於世了 好 再來看第三個組合呢 總則是出現了 十九 二十二 二十八 三十四 四十二跟四十四的人 我也沒有 我公也沒有 什麼原因呢 愛睡嘴 怎麼會沒有我老公 他會幹嘛 看你風情很差 分手的時候 他就會講你的壞話 你看他西裝隔離的 其實他骯髒得要死 內褲一個禮拜才換一次 你比較隱私的地方 找到機會損一下這樣 是 要講給大家聽 我知道你這樣的一面 大家不知道 其實你這是偽裝的 我要大家都知道你真實的一面 他們抱的是這樣的一種態度 好 這三個組合呢 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謝謝老師 要注意啦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在交往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是 應該是說前提當然是信任 但是很多人就會把這個信任 當做鍵牌對不對 當擋鍵牌 什麼都說 你要看我這個 那是不是你不夠信任我 那這樣子是不是反而是 讓我們這個信任變得值 我這邊來分享自身的經驗喔 因為我跟我先生是交往十二年 現在目前結婚三年還是四年 那其實 然後我了 我以為就要說 目前分居中 對 好簡單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初交往的時候 就跟我先生講說 你如果要跟老娘交往 你的隱私權就是要 一輩子被侵害 所以 目前來為止 我先生的隱私權 已經被我侵害了十八年了 就是要把它講清楚 就是告知大家 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先講清楚 反正呢 我就是要侵害你的隱私權 你不給我侵害 我們就分手啊 這樣子 還有這樣子的 而且還可以事先授權嘛 對不對 到時候我不會 我看了你要告我 對不對 對 其實你有剛剛覺得 以為他學到一招 現在馬上李律師 又交了另外一招給你 對 那我這邊可以分享說 除了手機之外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還有一個東西 一定要給對方看的 就交往期間 也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當事人 他跟機師交往 然後本來都 因為機師的工作 本來都不穩定 而且常常一飛出去 好幾天 對 好幾天 那他有空就跟我當事人 就是相處 那因為其實機師圈的 那個圈子很小 那久久之我當事人 就聽到一些俄語 就說這個機師其實已經已婚 有女兒什麼之類的 那我當事人就不相信 但是他心裡還是 那個第六感就突然想起來了 那他就跟他說 哥哥啊 請問一下 我聽到人家說 你好像有結婚耶 那那個男朋友 剛才跟他講說 沒有啊 人家亂講的 誰要 人家可能看到你 那麼漂亮嫉妒啊 然後要拆散我們啊 就講一些好聽話這樣子 他說那哥哥啊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那個 身分證給我看 這個機師也真的 的確就馬上拍了 身分證的背面 就拍給他看 看了以後又立刻收回 那雖然女生覺得很奇怪 不過我這當事人也很奸詐 就立刻把那個 就是有截圖截下來 結果呢 後來他就想說 既然已經求證過 他也沒必要去看他手機 而且身分證你都給他看了 配偶然是空白的 後來沒想到有一天 他就突然接到一個女生的電話 那女生就說 我要告你 我這當事人就想說 奇怪 你要告我什麼 我是發生了什麼 他就說 他就說你是不是搞錯啦 我男朋友根本都沒有結婚 而且他身分證給我看過 配偶然都是空白的 結果後來他就把他電話掛了 後來人家就跟他講 他男朋友是確實是已婚了 他嚇一跳 因為這確實是會被告的通姦 或者是親愛配偶權 他就趕快來找我 那個截圖我仔細一看 那個身分證不像是偽造的 確實配偶然是空白的 父母也都是男生的父母 只不過因為那個機師 他有一個弟弟 是未婚 所以他的身分證背面 一定都是一樣 而且一定是配偶然是空白的 所以我在想 他一定是拍弟弟的身分證背面 來給那個女生交代 而且是慣犯 對 而且他沒有偽造文書喔 他沒有偽造文書喔 但是就是害女生了 所以家裡兄弟姊妹多也有好處這樣 那戶籍疼本 連小朋友一起看出來了有沒有 學起來 戶籍疼本 戶籍疼吧 大概十五塊去要一下就好啦 這樣要交女朋友很累 麻煩戶籍疼本 好怪喔 對啊 可是要保障自己 不要侵害配偶權的話 還是要看一下 對 了解 那我們剛剛講嘛 就是隱私權這個呢 絕對是情侶之間感情的地雷 還有第二種喔 就是真的是 講到錢就傷感情 對 因為其實大家交往的時候 我覺得難免有時候 因為彼此的價值觀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在談戀愛的時候 中間有一些需要幫忙的地方 你可能也不會那麼計較 都覺得很合理啊 應該的 所以想問一下 如果說 真的是你們是感情正濃烈的時候 你的另一半 就你的這個男女朋友 要跟你拜託一件事 就其實就是小額的信貸 這真的才十萬或出頭這樣子 幾萬塊的信貸 可以麻煩你當個保人嗎 你會答應嗎 不會 原則上是不會 但是有的時候你很難說 所以你又轉回來了 對 基本上我沒有遇過啦 可是如果你說 兩人在了很久 他可能只是要買一個 什麼東西的一個簡單的保證 那真的很有可能就會 對 就會答應 但我覺得是真的不能答應 因為我覺得扯到錢 真的會很複雜 因為像我曾經就是 我有借過我一個前男友錢 然後他不是沒錢 他只是就是家裡面會控管他 所以他就是都是刷卡 因為家人要看他的信用的 就是要看他的消費的紀錄 所以他沒有什麼現金 然後他那一陣子 就是花了很多錢 然後有一天他就跑來跟我講 他說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他就很誠懇 他說是這樣子 我上個月真的花了很多錢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妳可不可以先借我 十萬塊錢的現金 我可以還給我的家人 然後這十萬塊 我可以刷卡還給妳 譬如說妳想買什麼東西 我可以用刷卡扣給妳 我想說 我那時候就很糾結 想說我要不要幫他 因為我在猶豫 他說 被擊倒你知道嗎 我最主要是這句 對 好吧 你也不是還不出錢的人 或者是會跑掉的人 應該是也不至於為了十萬塊錢 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十萬塊現金給了他 然後我還拍了照片 跟他講說 我幫你把錢放在你家裡面的 這個位置 就這個抽屜裡面 他說好...沒問題 那就看你下個月 想要買什麼東西的話 然後我就刷卡還給你 那你一定會出去逛街 你一定會看到 想要買你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這件衣服怎麼樣 他說 這不適合你 然後我就 然後第一件這樣 然後過了兩天 然後我說 我覺得這包包很好看 就大概五六萬 他說 我覺得這包包 顏色跟你也不搭 還要再試 對 要再試 不管怎麼樣 那是你的錢 那是我的錢嘛 對 後來 我有天就真的有點受不了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先生 你是不是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你還欠我十萬 這件事 他就看著我 他說 你覺得我會不還你嗎 不是 我一定會還給你 他真的不適合你 不是很東西 你不要亂買 我會心疼嗎 我不會心疼 反正就要還給你 然後說 這樣也滿有道理 好像他有點說服我囉 對 那妳有跟他討論 紅藝點數的問題嗎 妳說什麼 對 滿換了啦 還計較到紅藝點數 刷卡換了資料 就應該拍一個 超醜超醜的東西 然後真的測試他說 這個又要不要買 你關我要買什麼 我現在買 對 總要還我吧 然後我就這樣跟他講了 他十萬都沒還過我 不好意思前男友 如果你有看的話 可以把十萬還給我吧 真的還要順利 但是在那邊行話 真的是為了十萬塊 可是真的有的時候 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像Junior的個性也是這樣 他就會覺得說 我就不好意思 對 感覺好像有點 太計較了 所以鍾伯哥這邊也是 因為情侶的這個金錢 產生糾格 我覺得斯嘉剛剛的案例 其實還是沒有很有保障 因為他信用卡 本來就是控制在他身上 想刷不刷你也沒責 對不對 對 可是我想問斯嘉 那如果我給你借十萬 可是我壓了一個 二十萬的東西在你那裡 你借不借 你隨時可以把那東西拿去 你這個很有誠意 感覺可以 那你真的可以喔 感覺可以 那我給你一個 所以斯嘉 終究還是會被騙 那我現在要講這個案例呢 你知道桃園有一家 中國車行有一個男的 那個老闆 他因為之前遇到金融風暴 車子都賣不出去 他都喜歡賣超跑 你知道年輕人嘛 那賣一些比較那種 紅型的車 賣不出去 結果剛好他的女朋友 父親死掉 他從他父親那邊 繼承了兩棟房子 他就跟他女朋友說 拜託啦 拜託啦 你剛好現在有兩棟房子 可不可以去二胎 我大概就差不多 一千萬就夠 一千萬 因為他都賣超跑 他說你借我一千萬週轉 就我跟你講 他女朋友是那種土象星座的 你知道熟悉土象星座 你就知道 第一 他們什麼事都可以為你做 但講到錢 免談 不行 然後第二 免談就算了 通常可能還會講幾句話 很不好聽的來酸你 他說 我不可能借你錢的啦 而且我說真的 你不要再做超跑了啦 你就一般的國民車就好了 你那幾部爛車 哪個白癡會跟你買 就講了這句話之後 他男朋友就很難過 但也沒有很生氣 他男朋友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把這三台車假裝賣給你 我便宜賣 而且我便宜賣給你喔 他女朋友心裡想 車子也是押給我 而且又是便宜押給我 男朋友我來改 跟他變一千五百萬 才一千五百萬 車子押在我這 這次來這次不止啦 一台麥拉倫 然後一台是Porsche 然後一台是這個Lamborghini 超過啦 超過 穩 那就答應了 而且你會再帶 企業貸款還我嘛 結果一千萬 帶出來 給一千五百萬 帶出來給他之後 他男朋友就人間蒸發 就不見了 那他要這三台車幹嘛呢 對不對 那貸款現在變他在繳啦 就趕快賣掉啊 賣掉 就一去賣 銀行說不好意思喔 你這 這個車行 別的車行見價說 不好意思 你這三台車只能賣 加起來八百萬 不對吧 他跟銀行都能夠借到 一千五百萬喔 三台車價值早就超過了 怎麼可能呢 結果二手車行說 怎麼不可能 你這個車是 這大撞過 車台中間都斷了 兩台車對接起來的 叫拼裝車你知道嗎 三台車八百萬 我還算是高價給你賣了 好啦那怎麼辦 你還是要處理啊 那男朋友人間蒸發 所以最後他就賣一棟 賣一棟房 賣 湊到另外七百萬 一千五百萬要還給銀行 結果就在他賣完房的 當天晚上 消失一陣子的男朋友 突然就打電話來了 又出現 你看 不是活該嗎 我當初叫你二胎借我 一千就好 你不借 現在你逼到被賣房 你終究房子還不是得賣 還有 你不是說 哪個白痴才會買我的爛車 有啊 然後就把電話掛了 好囂張喔 坦白講 這男的是真的滿囂張的 但你不覺得這男的 真的方法滿聰明的嗎 不覺得 他會有報應 沒錯 可是私家就會被騙啊 我都不會開車幹嘛 賣給我幹嘛 我要幹嘛 勞力士呢 用一支勞力士 也要給你 沒有 這很難 不要考慮 不要漏錯考慮 不要一直洗我腦啦 好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就是說很難說出口 我不要 可是真的 就是有這麼多奇怪的另外一半 要來找我們當保證人 宜貞來教教我們 好 來 十字真言 人呆財作寶 哭窮死不戒 記住這十個字 而且你看 寶嘛 寶就是人家呆嘛 這我們常常在講 所以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其實我有一個當事人 他其實是家財萬貫 而且就是工作也很好 社會地位也很好 但是我就是對他很納悶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你平常用的啊 然後吃的都是爛爛的東西 都吃7-7 然後用的也都是很平價的東西 包包也好像 隨隨便便一個包包這樣子 我就問他說 到底什麼原因 你要這樣虧待自己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一樣 就是喜歡背名牌包嘛 然後開好車啊 然後用出手都很擴挫 結果那時候就交到一個男朋友 那交了這個男朋友以後呢 他當初就是很愛這男朋友 所以也都買一些名牌的東西 送給這個男朋友 就有一天那男朋友 就突然就是一副在那邊 好像家裡出了什麼大事的樣子 然後就跟他講說 因為他爸爸在海外 投資生意失敗了 需要一筆週轉金 一百萬就調過去 調過去以後呢 人就消失不見了 人間蒸發 後來呢 我這個當事人一直找... 多方探尋之下才發現說 其實這個男生 已經用這種手法 騙了好幾個女生 說不定也是騙了私家 一百萬是不能承認的 十萬可以承認 然後呢 其實他的方式就是 他就是看這個女生的身家背景 他不是愛這個人 他就是愛這個女生用的東西 所以從此之後 我這個當事人 他都用一些爛貨 然後呢 只要人家要跟他吊錢 對 吓到 然後被騙 對 吃的啊 什麼約會也都是去夜市 也不用吃什麼高級餐廳 然後只要人家要跟他吊錢 然後什麼都是說我的錢都在我家人掌控之中了 如果要我作保沒辦法 身分證件也都在家人這邊 只能用這種方式 這樣子他遇到的男生就是 他會覺得才是真愛 對 他就用這種方式來測試 先保護自己 因為其實我覺得情侶最常 就比如說 合買就是 比如說租 房子最常的錢 對啦 買房買車啦 對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就是 女生搬去跟男生住 然後租進去之後呢 然後呢 女生後來就有開始分擔房租 因為長期住在一起嘛 那男生就想說體恤女生 所以就家沒有 就沒有付什麼水電費 跟一些其他的雜物的支出 然後可是因為你們兩個人住在一起 一定會合買很多家具 尤其你如果搬了一個人進來 一定會買什麼衣櫃 有的 沒有的 他們還養了寵物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 很多額外的開銷 對 後來就是要分手的時候 男生就想說 好 我是男生 我大氣一點 他跟女生說沒關係 那你先搬 那剩下來的就給我 真的沒有經驗 剩大氣耶 我光想到後來就覺得 不得了啦 那個男生就打電話跟我們說 好 我就是大氣 對啊 我一進去 只有一台冰箱是留給他的 還有留一台冰箱不錯 我以為會進空 一個床罩是不是 沒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 整間搬空就一台冰箱 然後男生就打電話給他說 太誇張了吧 我們在一起四五年 你留一台冰箱給我 什麼意思 那你乾脆整間就搬空嘛 對 女生說 我留冰箱給你 還敢打來跟我講 我本來想跟你要分手費 女生這樣跟男生說 這早上好像是可以要 因為女生知道說 這個男生另外一個前女友 就是他之前的那個前女友 家裡的環境不是很好 然後所以兩個好像分手的時候 男生的爸媽有給了女生一點點錢 可是這女生就是有知道這件事 他一直放在心裡面 他沒有拿出來講 結果他們兩個人分手的時候 他就跟這個男生說 就搬出來了 對 他就說 你都已經搬過來想要錢 然後他跟那男生說他想要錢 然後那男生真的傻眼 對啊 他傻眼 他說 我沒有想到我真心付出這段感情 錢的事情都是小事 可是他就覺得他看到那台冰箱 他說他打開說他心都涼了 然後就有一台 還是他們搬進去之前 就是那個男生自己買的 那一台冰箱 可是其他的東西都是 他們兩個人共有的 對 所以經歷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療傷會比較快 他療傷就比較快康復 想說分得好 對 他很快就清醒 然後他後來就是 娶了一個很好的老婆 對 所以我覺得他也算是 陰獲得 對 陰獲得 在翁之失門 菸之飛虎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 這種房子車子的狀況很多 怡針有沒有給大家可以有一些 比較好的建議 好的建議就是 就是永遠不要共買 因為為什麼你買了房子以後 雖然說你登記共有 但是到時候會有價值 難脫手的問題 那再來你買了車子 車子會折舊嘛 車子的折舊非常難計算 那我這邊就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情侶就是也是買了一台車 結果用了沒多久以後 要分手了以後 大家也在那邊吵 車子要歸誰 好不容易吵說 車子歸南方了以後 那錢女生要補 男生要補錢多少 給女生這樣子 都吵不完 女生這時候一生氣幹嘛 就 好啊 這一刮不得了囉 因為這在食物上 絕對會有 而且是絕對會有罪的 所以就節外生枝 所以我這邊建議大家 真的交往就交往 自己的東西就自己買 盡量不要合買任何東西 我覺得在沒有簽下那個名 那一張紙之前 最好財務都不要合在一起 有些夫妻其實現在簽了名了 財務還要分開 是 就是清清楚楚 對 拜託 情侶就是 正甜蜜的時候 都一起去逛那個IKEA的耶 就是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一起逛 好像製造一個我們溫馨的小屋 對不對 租在一起就是這樣啊 像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跟她女朋友就是 就是剛在一起的時候 就合租啊 住在一起之後 家裡面當然會買很多東西 就是電視冰箱 微波爐什麼的 對 然後後來真的就不合了 兩個要分手 要分手之後 那女生就開始說 那微波爐是我買的 還是冰箱是我買的 就要開始清算這些東西 所以吵了後來 最後是我朋友就說 好 那我乾脆這樣子 我就給你一筆錢 就是我就給你一個幾十萬 那我們這件事就 到此為止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女孩子想一想 也覺得不開心 不高興 所以就開始在討論就是說 那我送你的什麼東西 對 你要不要還給我 你要不要還給我 就到禮物這種東西來講 然後那女生 那男生你覺得 那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那你的那個 我送你的包包什麼 你還我這樣之類的 吵到最後最誇張是 那女生說 我之前送你媽媽那個手機 要還我 對 還要去跟媽媽把手機要完 說我分手了嗎 已經到了 很瘋狂的吵架 我覺得他們那個已經不是真的 在吵那個東西了 在吵一股氣 但是就真的 我朋友就真的還把手 包包管她 來來回回弄好久喔 對 那就是分手分得難看 大家感情已經沒有了 就開始扯不臉 要東要西 我還聽過離婚以後 跟女方要回那個 就是訂了婚 但是還沒有結婚 對啊 就要戒指回來 那個很尷尬 我說妳要回來妳要幹嘛 對啊 沒有 因為戒指代表一份情 有時候要那個戒指回來 就是要一份情 可是我也有女生朋友遇過 就是他們兩個沒有結婚 求婚了 然後拿著賺戒 可是女生不還耶 是可以不還的嗎 女生不想還 這樣我們可以問一下 這件女生 對啊 我們分成兩種正義物品 一個叫做我爽 我送妳 對 一個叫做我因為要跟你訂婚 我要送妳 對 原則上因為訂婚 所送出去的 像是鑽戒啊 是 一些訂金 聘禮之類的 那是可以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 這是解除婚約 就可以拿回來 對 導致上是會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有原因 所以送妳的話 這個原因必須限定 是在訂婚上面 要訂婚 對 我要結婚這件事情 情人節就不行 不行 不行 出人節真的不行 生日禮物情人節 母親 不會有母親節 聖誕節 什麼聖誕節 只要是交往今天就送的 或是妳平常的給予 都不能拿回來 因為我會建議各位 給男女朋友東西的時候 給出去當作是 散財的啦 對啊 因為在法律上呢 對啊 這種送的東西 除非有特別的約定 否則是拿不回來的啦 如果就算你們不高興 來找律師 我們通常也是把這個送 凹成其他的動作 比如說是借妳 比如說是當初被妳騙走的 之類的啦 借錢之類的嘛 借錢啊 借什麼 冰箱可以嗎 借妳冰箱用啦 之類的 可是很難成功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怎麼證明 當初是用借 不是用送的 對 那之前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案例是有贏啦 可是這個並不是 所有的案例都使用 它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男朋友 也是相當有錢 他就是給一個女朋友 一個帳戶使用 那個帳戶就是 用到飽 好好喔 裡面存了一筆錢 滿大一筆就對了 那當然雙方分手之後 裡面還是有剩錢 他就想要跟對方 把這筆這個帳戶要回來啦 至少這個提款卡跟密碼 要改回來還給他嘛 合理啊 這本來是他的 但是這個女生說不要 為什麼 他就是不要就對了 那他就來找我們啊 我就說 可是你這個 沒有辦法說用借的啦 因為現在你才突然扯說 要借會很奇怪 對 那這時候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試試看好了 因為法律上有一種關係 叫做 白話文就是 保管 那所以說我就請他 傳來一封簡訊跟對方說 上次放在你那邊的帳戶 我還是希望你可以還給我 你不一定要馬上還 我也不會逼你一次全部拿出來 那我們可不可以談談看 這個女生就比較沒有戒性的 回答一個好 但當然是沒有還啦 那最後我們就用這個 主要用這個證據啦 去跟這個法官說 當初我們是放在他那邊的 而且要還回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說 也沒有否認啊 沒有反對啊 那這時候 所以表示他也認同 對 我不是借你沒錯啦 可是我是把帳戶放在那邊 給你使用給你保管的 對 那這樣子法官最後是有 判我們勝訴啦 不過這真的是比較少錢 並不是每一個借錢啊 給冰箱啊 都可以用保管來處理 對 沒錯 所以講到這個情侶啊 不管是就是 還是或者是夫妻 我覺得其實講到錢啊 其實有時候 在感情很好的時候 真的什麼都可以 但這個情一旦沒有的時候 什麼都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 就是大氣一點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一段感情畢竟大家都認證付出過 所以你甘心付出的這些禮物 你就把它當作一場悔意了吧 對 就是 算了吧 就讓它過去吧 要錢傷感情 對 真的傷感情 但我還是要記得那個 怡禎老師教我們的這一次 千萬不要做飽 人呆才做飽 哭窮死不見 沒錯 把它記起來 好 今天也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